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找到彩蝶的下落 说不定 那些大人就能打成平手 你要是现在走了 都没面子 彩蝶现在何处 别着急 但你去不就行 到底在何处 他去了一个叫梨花班的地方 走 你急什么呀 你是不是看上彩蝶了你 能找到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走 好 好 再来一个 这位姐姐 我们先跟你打听个人 你们找谁呀 咱们这儿是不是新来了一个要彩蝶的姑娘 没有啊 怎么会呢 听说她就是要来梨花班的 没有 就是没有 她肯定在这儿 你们赶紧把人交出来 没有 你们干嘛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几位别跟她一般见识 既然没这个人 我们就告辞了 就这么走了 走啊 周炳 你猜猜看 本官要对你说什么 说一些周炳没有干过的事情 让周炳承认 你没干过什么 你们认为我干过的事情 我都没有干过 你别忘了 你今天在现场杀人畏随 被当场抓获了 你为何不回答 周炳在公堂上说过的话 不想再重复 你猜错了 我不是来审问你的 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去了你家 看到了你的生活环境 也询问了你的邻居 那又怎么样 我了解了你的底细 知道了你是什么人 我也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杀人 明天见 大姐 您看我这布 老板 跟我来张饼 好嘞 谢谢客官 兄弟 给点钱呗 可怜可怜我 继续 等等 过来 你怀里穿着什么呢 有银子还管我要 不是银子 是扇子 喜欢就卖给你 你这扇子不错呀 相襟待遇的 从哪偷的 捡都 行啊 算你小子有福气 捡这么大一便宜 帮我找个人 找着了 有重赏 行 男的女的 女的 外地人 穿一身紫色的衣服 刚才丢扇子那个女的 穿的就是紫衣服 她在哪儿 好像 在梨花斑那边 我丢出那个花蝴蝶 她得去梨花斑吧 给 姚欢 你是想让周炳 身临起敬吗 此人远非寻常的凶手可比 能否奏效 我也不好意思 周炳 你可认得此地 此地 此地离沈家大院近得很 沈家丫鬟连香 应该就是在这里被杀的吧 不错 大人为何带我来这里呢 难道大人怀疑 是我杀了他 就地重游 有何感想 人吗 总是要死的吗 那 本官问你 行凶当日 你可曾来过这里 我是来看热闹 不过当日围观的 少说也有百事 如果这也能成为证据的话 那这百事人 岂不都成了嫌疑犯了 你可记得 莲香衣服是什么颜色 莲香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这个小人怎么知道 可是这种颜色 我说的对不到 小人确实忘了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根本没忘 可你不想说 就算莲香穿的是紫色衣服 那也不能证明是小人我杀的 是啊 仅凭这一点 当然不足以说明什么 既然如此 那就请大人放了粥饼吧 不 我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 这里是梨花班的歌女 小凤娇被害的地方 如果小人没有猜错的话 大人待会儿还要带我去 柳家媳妇被害的地方 周炳 你果然聪明 大人过奖了 小凤娇遇害 据莲香被害 时隔三月 你说说看 凶手为何要间隔 这么长时间在动手呢 小的不是凶手 小的说不出来 凶手做了一次案 闹得满城风雨 官府四处激纳 但过了一段时间 此案不了了之 人心逐渐丧失警惕 凶手沾沾自喜 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 他本来可以 一个月后 或者两个月后 再次作案 可是 他为何要拖三个月 也许 也许为了安全切吧 不 凶手自负得很 他以为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 这段时间 他在寻找一个目标 这个人 要在他家附近 以便于他能够迅速地逃离现场 那凶手 为什么不随便找个人杀呢 首先 他要找的是个女子 其次 这个女子 一定要穿着某种颜色的衣服 你说说看 那是一种什么颜色 小人说不出来 看看那个女子 你刚才为何要神色惊慌 小人没有惊慌 你在说谎 我并没有说出是哪种颜色 而你的脸色已经为之一变 因为 你心有所想 你以为 你看到的 肯定是这种颜色 周炳 你好像很讨厌这种颜色 每当你看到这个颜色 眼睛里 总会流露出恐惧 大人多想了 这个是大人的随身物品 小的不敢乱看 这金帕是女子所用 怎会是本官的随身之物 大人还是赶紧收起来吧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别跟他配口舌了 直接要到死牢 明天一早出展 明儿 结案却也草率不得 大人说得对 我可不想当下一个黑手 周炳你知道你站在何处吗 如果小的没记错的话 小的应该正站在 当日柳家媳妇被害的地方 你怎会记得这般清楚 小的当日来看热闹 离小的大概三十元的地方 躺着柳家的孩子 十个月余 你居然记得一点不差 当日围观的有一二百人 能记住这些的 恐怕不止小人一个 当时你来到此处 是什么时辰 记不清了 反正天已大量 你估计凶手是何时 杀害柳家媳妇的 当日是深更半夜了 大白天行凶 这凶手岂不蠢到家了 不对 那大人觉得是什么时候 深更半夜 凶手根本看不清 柳家媳妇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 而这种颜色 对凶手至关重要 你一随本官 走过两处地方 这回应该知道 是什么颜色了吧 周炳不是凶手 周炳不知道 还要本官再掏一次金帕给你看吗 紫色 你终于说出来了 大人 他招任了 就是他干的 不 大人 他明明说的是紫色 凶手就是他 我们不必再跟他纠缠了 我招任什么了 对 你没有招任什么 我再问你 凶手前两次作案 间隔三个月 而这次与第二次 却间隔一年 以你的猜测 这是为何 大人在上一处地方 不是说了吗 凶手正在找合适的人啊 一年时间 他完全可以找到 无数个穿紫衣的女子 之所以迟迟不动手 是因为前两次作案 已让他有了一种满足感 那大人的意思是说 因为官府破不了案 所以凶手 把自己当成英雄了 凶手的满足感 并非来自于此 他两次杀人 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心理平衡 本来他已经想就此罢手 如果真是这样 这两桩案子 就永远不会水落石出了 那他为什么要在此杀人呢 因为他心中有解不开的结 也许就在白天 他又看到了紫衣女子 不是一个 可能是两个 三个 就是这个 复仇的火焰 再次死灰复燃 当天夜里 凶手寝食难安 坐卧不宁 于是就在次日凌晨 开始出去寻找猎物 当猎物出现时 凶手几乎要颠滚 这一次他要变化加烈 要挖出被害者的心肝 否则他就不能满足自己残暴的欲望 你认为凶手如此残忍 究竟是在向谁时时报复 当然是他的仇人 而这个仇人 是一个长期凌辱他的人 是和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 经常穿着紫衣的女人 小人听不明白了 大人 我们要不要去下一地点 我们打道回府 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啊 别再多圈子了 周兵就是凶手 官字两张口 你们是怎么说都有理 不紧 我们还要再找一根 连大侠 连大侠 再纠缠下去 连某可要动粗了 哎呀 你听我说呀 祖宅咱们被别人骗了 彩蝶肯定在梨花班 连某还会再相信你吗 真的 那天我看到彩蝶的时候 他慌里慌上的 好像在逃避着什么 梨花班的人肯定以为我们找他麻烦 所以才没说实话的 这倒也说得通啊 对呀 所以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去梨花班吧 你不是要跟人家打架吗 还敢再去 不是有连大侠你吗 我怕什么 哎呀 走吧 干什么 干什么 这帮戏子不识才去 连大哥 我们动手抢人吧 各位 连某曾经救过彩蝶姑娘 此番前来并无恶意 实属有要事相求 那位代为转达一声 你们这帮人不识好歹 我们连大侠可要动手了啊 连大侠 你又再不动手 我可忍不了了 那你来吧 连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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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连姑娘 连大侠 就是你啊 没想到又见面了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连某也没想到 我们会在此处相逢 大家误会了 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大家散了吧 连大哥 你怎么回去小偷在一块 喂 你怎么放干净一点 休得无礼 只不过 若不是他 我也许找不到这里 这么说 你也算是有功之成了 那看在连大哥的份上 上次你偷我钱的事 就饶过你了 真是对不起 我不想去作证了 我说你烦不烦呢 我都跟你说过了 那连大人呢 他们不是杀手 是官府的人 不管是什么人 我就是不想去 采连姑娘 你是否有什么难处 近来我一直被关中帮的人追杀 要是我现在抛头露面 被他们发现的话 不仅自身难保 还会连累梨花般的 这帮兄弟姐妹 既然是这样 连某也不便抢人所难 你 我问你啊 人家为什么老追杀你 你是偷人还是偷钱 你八成就是偷人吧你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人话你听不懂啊 住口 你让我住口让他住口 出言不逊 缺乏教养 对 我就是没教养 我个教化都有什么教养 还是人家戏子有教养 采迭姑娘 既然你有难处 连某也不强求 你如果有难 可以去客栈找我 连大哥 你多保重啊 你也多保重 樱桃口 薄嘴春 灵力娇小 楚楚可怜 匆忙之中 双眼尚且顾盼生辉 有几分风尘女子的模样 画龙画虎 男画骨 你真是画到骨子里了 非但行似 而且神似 雕虫小记不止一听 还坚持呢 这画得跟真的没什么区别 明儿 你和秦将军 立刻将此画像 拿到县衙 让林补头和补块们 速速查找 可是你能确定 他在成立吗 那女子当时 风尘仆仆 应该是 刚刚从外地来此 不会这么快离开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到她 没有 请那边看看吧 没有找到 周炳此时的内心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动摇 如果趁热打铁的话 他必然招人 偏偏没有证人 大人还是动刑吧 百姓会以为我们严刑逼供 又再制造冤狱 更何况周炳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若找不到那紫衣姑娘 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难道说 教宫会一亏不够 天不随人愿 我只好出个瞎瞎策了 为什么你一当那彩蝶 就对我格外凶啊 我平日里对你千好万好 还你不过他给你费一个媚眼 笑话 我连某七尺男儿 岂会被一个媚眼所打动 那你为什么对我凶啊 你告诉我行不行啊 你真的想听啊 你尽管说 我保证不生气 很简单啊 他比你可爱啊 什么 你们大男人 都喜欢那些妖零妖气的小妖精 气死我了 哎呀 十色姓野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不 你 我什么我 连大哥 彩蝶姑娘 发生了什么事 连大哥 我愿意出面作证 真的 真的 可我不是为了什么官府 我是为了你 你不怕招惹是非吗 连大哥救过我一命 我正愁无以回报呢 还怕什么个人安危啊 嗯 连大哥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再说了 有连大哥这样的侠士撑腰 想必关中帮的那帮杀手 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好 我们这就去见关 连大哥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 嗯 我现在好开心啊 你 你怎么跑了 叫什么彩蝶呀 纯粹是个花臭臭 哎 这扇子我还不还给他吗 这画的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还不是我俩兽头呢 呦 这扇鼓还挺别致 好像是香金呢 都哪天没钱了 我俩猪脚啃 知道本官为何要带你到此吗 周禀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难道你不知前几日 有一女子在此遇害吗 周禀听说过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被害者是一个开饭馆的女子 凶手极度残忍 将她抛幅挖心 那女子当时就躺在你的脚下 她为何表现得如此轻松 大人的意思 此装案件也是周禀干的 不 我只想让你猜猜 那女子当时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周禀没有看到 周禀不知道 紫色 这些穿紫衣的女子 为何通通都成了凶手的猎物 也许是巧合吧 不对 这是因为曾经有一个穿紫衣的女人 带给凶手无尽的痛苦 这个女人对她百般打骂折磨 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周禀 我说的对吗 周禀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难道我还要再重复一遍 人 确实不是周禀杀的 可你的额头上已经冒出冷汗 你的双手也在颤抖 你分明有话要说 你为何不能说出心中的秘密 这秘密 你还要隐藏到何年何欲 只要你一日不说 你就一日不得安生 你会带着你的秘密 走进阴间地狱 我 我真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但你内心的怨毒之火 已经再度燃起 此刻你无法控制自己 如若有紫衣女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的凶残面目必定暴露无遗 你看那是谁 你 你 我要杀了你 我 我要杀了你 这回你该招认 先将周炳押回收监 带起心神安定后 再行审论 是 我要杀了你 放开我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走 我要杀了你 连大侠 你此举可谓雪中送炭 如若不然 不知周炳还要死成多久 这回本官欠了你一个大人情 西大人断爱如神 连某对此也实在是佩服的很 连大侠在紧要关头出手相助 我们那一赌 谢某自愿服输 哪里哪里 我们算是打了个平手 未分胜负 暗犯周炳 你的罪行已招然于重 难道还不肯招认吗 周炳不知从何说习 是否让本官开个头 讲一讲你周炳的故事 大人怎么知道周炳的事情 你 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在没有找到你之前 本官就已经认识了你 并且判断出了你仇恨的根源 应该是一名穿紫衣的女人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应该是你的继母 这个你也知道 本官接着讲你的故事 这是一个从小受继母虐待的孩子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仇恨中渐渐长大 她发誓 长大一定要报仇 但等她真正长大成人 却事已愿违 先是碍于生父的情面难以下手 接着 那继母又先于生父并故 使她永远失去了复仇的机会 那是我 那就是我 继母之死 非但没有使你解脱 反而成了你心中的一个死结 你偏执地以为 你不能亲手 报复继母 童年所遭受的一切 便无法消极 此后你的人生变得非常不幸 一遇到紫色 总能引发你痛苦的回忆 让你触目惊心 以致 凡是穿紫衣的女人 在你的眼中 都成了你继母的化身 你恨不能把世上 所有穿紫衣的女人全部杀掉 而穿紫衣的女人又无处不在 所以你每一次杀戮 只能让你获得短暂的满足 随之便会陷入更深的痛苦 你已经成了一个 欲罢不能的杀人工具 生不如死 又无宁人 今日本官将你捉拿归岸 不但救了那些 可能成为你刀下之鬼的无辜女子 同时也救了你 免得你受心魔驱使 万劫不复 多谢大人 大人所言已经说透了周炳的一声 周炳自己都不能说得如此透彻 周炳此刻已经大车大悟 感觉认罪浮法 林公子 你现在该我作证了吧 不着急 周炳 你先说 你那天是不是要对这位彩蝶姑娘行凶 没错 周炳那天手持凶器 确实要刺杀这位姑娘 不过紧要关头的一声断壑 将周炳下走 那你的凶器何在 上次庭审 周炳拒不承认的那把短刀 就是周炳 连杀数人的凶器 大人不必再庭审了 周炳服罪 认罪 请将周炳所犯罪行 一一记录在案 让周炳一并签字画押 绝不抵赖 要不是那天大人及时出手相救 小女子恐怕早就性命不保了 才得再次多谢大人的救命之恩 此番真是有惊无险 也算你服大命大 我看你行色匆匆 到此地可是要投办什么人吗 我有个姐妹在里花斑 我去那里住几天 你初来乍到 要多加小心 多谢大人关照 谢大人 实财庭审 让莲某多有领悟 真是自愧不如 不敢 让莲大侠见笑了 在下公务在身 恕不远送 那就请大人早日审清此案 给陕州百姓一个公道 请放心 在下定不负重托 好 彩蝶姑娘 凶手伏法是大快人心 你为陕州百姓 做了一件好事 我做证是为了女莲大哥 换了别人 就是天王老子 我也是不会管的 你 莲大哥会离开陕州吗 莲某向来行踪无定 四海卑下 我也是个无依无靠的人 你不是在梨花斑有熟人吗 我是走投无路 才跑到这里的 既然离下 不是长久之见 莲大哥 你要是采叠了金大哥该多好 那 我就能跟着你 我刚才说过 莲某 向来行踪无定 四海回家 我知道莲大哥是个清高的人 我只是叔叔而已 不会纠缠你的 此处距离花斑不远 莲某 就不远送了 莲大哥不再进去坐坐吗 莲某还有事 告辞 莲某 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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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何这姑娘如此面熟 仿佛曾经在哪里见过 李班珠已经同意留下你了 待会她来了 多跟她说些好话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本来还有把好扇子可以送给你 可惜被我弄丢了 瞧你说的 咱们姐妹一场 还听什么谢不谢 以后咱们就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人呐 都去哪了 来了来了 几位爷光顾梨花班 不知有何吩咐 废话 到戏班了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听戏了 把人都叫出来 不巧得很 有几个唱堂会去了 最近你们班里来没来过什么新人呢 叫出来 好说好说 先入座吧 几位爷 来人呢 给几位爷上场 他们根本不是来听戏的 难道又是观众帮你们 这里留不住你了 快 从后面跑吧 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何事惊惶 朱炳 他在牢中 我也就自杀 那倒好了 他死在牢中 咱们大家都省心了 可是他 大人 您幸亏没走 您要是走了 下官可就 我 陈县令 请你说话 解明额样一些 到底出了什么事 在画鸭路口供的时候 他拒不承认杀人 当真 他怎么又不承认了呀 我吃 昨日 周炳在堂上亲口应成 将其所犯罪行列出 他就一并签字画鸭 绝不抵赖 到了这个时候 他又要分顾不成 真是可恶之急 大人 您吩咐 该如何处置他 升堂 重审 周炳 你可知罪 周炳知罪 既然知罪 为何又要翻供 周炳没有翻供 杀人偿命 只求诉死 陈大人 这又如何解释 周炳 你总共杀几个人 你都说出来 去年二月 我杀了沈家丫鬟连香 时隔三个月 我杀了梨花班的 歌女小冯娇 上月 我又杀了柳家媳妇 共有三日死在周炳刀下 大人听明白了吗 他就承认杀了三个人 我这 你师父还忘了一个呢 那个开饭馆的婴娘呢 本月二十五日这桩案子 你为什么不承认 不是周炳干的 周炳当然不认 大人听明白没有 前几个他都承认了 就这个不承认 这不是诚心捣乱吗 难道婴娘不是你杀了吗 不是 周炳连杀四人 一世死罪 少认一个也是死罪 没有必要向大人隐瞒 你既然知道死罪难逃 你多承认一个有什么关系啊 凭什么让我多认一个 我一个快死的人了 没必要撒谎 你别跟本官装糊涂 你才装糊涂的 那个婴娘乌是我杀的 你说这 本月二十五日 你在干什么 那天是我后母的忌日 我去郊外上坟了 国有此事吗 周炳已经死到临头 句句属实 大人 卑职有句话 想问周炳 讲 周炳 你是否对你后母恨之入骨 剖腹万新 难解心头之恨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上坟 这事 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大人 周炳他分明在说谎 你为何如此发笑 周炳 自有受尽后母的凌辱虐待 我本想看看 怎样离腹蛇蟹心肠 可惜没想到 没等我复仇 他就已经死了 于是我把被杀女子的心肝挖出 晾在他的坟前 周炳 你对后母的仇恨 已经超出人伦常理 莫非 魅中 并别人情 安法周炳 大人问你话呢 你从事招来 你若不愿回答 本官也不强制 其实说与不说 都不会影响本案的最终裁决 但 你不曾说出的那个隐情 应该就是 压在你心头的最后一块巨石 难道你就不想卸下这个重担 让自己的灵魂喘口气吗 他害死了我的亲娘 你的亲娘难道是被后母所害 怎么这么乱的又扯出招命案了 我亲娘 被那个妖妇逼得服毒自尽 那年我才四岁 眼睁睁地看着亲娘痛苦挣扎 惨死在眼前 娘亲 至此也没有留下一句话 只是看着 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 周炳 永远都忘不了亲娘 那死不瞑目的双眼 现在给他最后的眼神告诉我 要我为他报仇 报仇 周炳要为亲娘报仇 你错了 没有那个母亲 会让儿子 用自己的一生为代价 来为自己报仇 我想你是会错了 你亲娘眼中最后的含义 什么 你说什么 一个真正的母亲 绝不会用复仇 毁掉自己儿子的一生 她临终的愿望 也绝不是要你背负她的苦难和仇恨 而是要你好好地活下去 母亲最后的眼神里 不是难解的恨 而是无奈的爱 爱难舍 终须别 因即将离去而无奈 甚至绝望 但是这与复仇无关 杀了我爸 杀了我爸 我要到阴间 去找我的亲娘 周炳 你虽身是不幸 但却堕入魔障 丧心病狂 残害无辜 令人发指 此罪 十恶不赦 天理难容 苍天哪 如果不是我早年丧母 如果 如果我有亲娘的疼爱 又怎么会沦落到这种田地 都是 都是那个恶毒的妇人所致 我到了阴间 我也饶不了她 我要把她剥皮抽筋 我要把她碎尸万段 来人 把周炳压下去 是 我要把她剥皮抽筋 走 我要把她碎尸万段 剥皮抽筋 我要把她千刀万剐 剥皮抽筋 大人 那个英娘不是我杀的 那个英娘不是我杀的 我以我母亲的 在天之灵发誓 那第五个女人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各位可都听到 周炳 以其生母在天之灵发誓 她没有杀死英娘 大人 您不会真的相信她的话吧 你说呢 我这 哎呀 下官现在已是头大如斗 不知所云了 大人 周炳已经走火入魔 丧心病狂 他的誓言 幸不得呀 信与不信 还需以事实为证 揭开看看 助兄 上前看个仔细 如何 据一封话 摆在这里 至少要有一个月了 大人 这些东西如何处置 就抵埋了吧 是 看来周炳没有说谎 后母忌日那天 她的确来过这里 虽然这是一个 残酷的祭奠仪式 但却可以证明 当天同时发生的血案 与她无关 英娘不是周炳杀的 英娘不是死于周炳之手 此一案中 还有另外一个杀人犯 反回头去想 当时英娘被害的现场 我们就已经产生了疑问 是新的 英娘遇害 所穿的紫衣 太行 那件衣服 好像是她第一次穿上身 我还清楚地记得 你当时说的那句话 有种隐约的感觉 英娘好像是 故意穿了这身紫衣 心甘情愿地赶赴 这个死亡的约会 她要出远门 穿件新衣服也微尝不可呀 但为什么非要是紫色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凶手和周炳的作案手法 如出一辙 这是否说明 凶手和周炳 有着同样的遭运 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以为 英娘被杀 恰恰出现在 我们调查此案之后不久 说明凶手 很可能是在 故意模仿周炳的作案手段 以此来掩人耳目 给我们造成错觉 让我们 不以为杀人凶手 就是周炳 凶手为什么会如此熟悉 周炳的作案手法 他到底是什么人 关于紫衣连环案的断案思路 只有很少人知道 除了我们几个 还有陈县令 还有参与此案的 牙医和捕快 这个凶手很可能是 陕周县牙的人 他非常了解内情 所以才会用这种手段 妄图蒙后过关 另外 凶手肯定和英娘很熟 就是在她的寿意下 英娘才穿上紫色的衣服出门 如果凶手支持宫门中人 我们所有的举动 岂不全暴露在她的视线里 那我们就避开他们 单独行动 不可能 没有他们的配合 我们在本地寸步难行 所以此事 无法瞒过那个凶手 这样一来 要破此案 这是难上加难 我们既能够大海捞针 找出周炳 也能够从几十号人里 找出杀英娘的凶手 大人 卑职的手下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 有关也不希望是这种结果 但还请陈大人 鼎力协助才是 遵命 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林伯头 请你仔细的调查一下 英娘的情况 她为人如何 与她过从甚密的 都有些什么人 为这罪命 凶手就在你们中间 是哪一个 给我从事招来 什么意思 你们不说话是不是 来人呢 在 大行称号 大人 非职是分管适次的 看他又无其大行为 不做数吧 大人 非职 非职是分管户籍的 我去他家查人口 也不能算吧 都多住嘴 你们都嘴硬 是不是 本官 自有办法 来人呢 在 大行称号 大人 你都冤枉 called 你不过 下来你不是 是 你们都冤枉 你们都冤枉是不是 大人 已经有位客人等您多时了 他自称姓连 谢大人 连某厚你多时了 本官公务在身 有什么怠慢之处 还请连大侠不要见怪 连某贸然造访 才算失礼呢 不知连大侠有何贵干 连某是来向你辞行的 不再多留几日 本来连某早就该走 只因子役一案耽误了行程 如今此案已了 连某准备去关中走走 这么巧 我们也要去关中 但现在还不能走